大家好 我知道我大女兒很喜歡打籃球的 所以她一放假的時候 就想去附近的籃球場 趁著學生還沒放學的時候 就去打籃球 那我就特意去攤那裏 就讓我找到用5磅銀買了一個籃球 很漂亮的籃球 早上就去跟她打 可能很久沒有打籃球 打了一陣的時候 手很痛 如果你要站遠射球的時候 要用力 打完就很痛 有時天氣冷 又好像很不想出去 但是見她又這麼有心 要去玩 其實我可以不出去 或者在家裡也有很多事情做 但是都想一下 我要放下自己 為女兒的緣故 應該要去陪她 應該是和她一起玩 一起開心 所以她每個星期 盡量都有一次 去跟她打籃球 剛剛這一次 我們兩個人 玩一個遊戲 打了10分 看看誰會贏 好了 打完之後 結果是10比2 那你猜一下誰是10比2 可能你也猜中了 就是 我是2 我女兒就10分 長江後浪推前浪 因為始終都是不夠年輕的人 來打 玩得很開心 如果手會痛 如果手會痛 就比較近一點去射球 或者經常去打 慢慢就沒那麼痛 所以都和我女兒去玩 她又很開心 大家又做運動 剛好走五分鐘 就有個籃球場 又沒有人去玩 多數要下午 那些學生放了學 才會有人在 所以我們 她一放假 有空 跟她打籃球 一起去做運動 我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